各位朋友好,歡迎收看Queen記廚房 今天我們來一個茶餐廳系列白汁海王雞飯 白汁海王雞飯都是把所有蔬菜和雞肉都切到正正方方的一小塊 我們把蔬菜洗乾淨,全部切一小塊的正方形就可以了 用這隻甜脆椒,不同普通的燈籠椒 燈籠椒你要去皮,這個甜脆椒可以省很多處理的時間 不需要去皮,就這樣切快就可以了 紅蘿蔔都是先去皮,然後切快就可以了 如果想保留菌類的水溶性營養 你可以就這樣用掃或者廚房紙抹乾淨蘑菇 然後將蘑菇切片 雞肉我們選擇雞腿肉,都是切到一塊塊正正方方 如果看到有肥的,有筋的就撩起它就可以了 又沒雞皮都沒所謂 按照自己的喜好而定,做法都是一樣 我們用一個盤裝起的雞肉,順手醃一醃它,披掉冰鮮味 醃料有豉油,砂糖,紹興酒,各半茶匙 白胡椒粉,白胡椒粉,麻油,各四分一茶匙 加入所有材料後,我們不斷拌拌 就可以加入一茶匙的粟粉 拌勻後,最後就要加入一茶匙的油 就不少吃太多了 隨便醃什麼肉類也好,最後加入少許油 就可以包住所有的味道和肉汁 起油鍋,燒紅鍋,我們加入2湯匙的油 除了蘑菇之外,其他蔬菜都可以放入爆香大約1分鐘 然後隨手都把雞肉放進去 盡量把蔬菜和雞肉都不要重疊 中大火,蓋蓋煎大約2分鐘 之後開蓋,把所有的雞肉反轉一次 蔬菜都可以不斷繞幾碟 之後蓋蓋,再煎多2分鐘 然後可以開蓋,把蘑菇都放進去 然後加入1湯匙牛油和1杯牛奶 加入牛奶後,隨手加1茶匙白酒 加了白酒,待會煮,麵粉就不容易一塊塊 再加入1.5茶匙黑椒 再加入1茶匙鹽,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 多多少少加加減減 之後篩入1茶匙中間麵粉 篩入麵粉之後,一邊煮一邊攪勻 不要給麵粉一塊塊 這個醬汁會越煮越滑越稠 這個香港茶餐廳常見的白汁海王雞飯做好了 希望大家都試一下這個食譜 快點去做吧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Queen記廚房再見